《惡鬼面纱》 是围攻行动第七年第一季的活动 同时也定调了接下来一整年的方向 如果有名防守方干人随手一挥就能阻断视线 封锁出入口并为防守思维带来全新的角度呢 是不是很有趣啊 来见见阿扎咪吧 它配备全新的强力装置《莉牙屏障》 能塑造战场并为你带来优势 嘿嘿这样开场绝对强而有力 但别急还有更多呢 郭佑即将迎来一项平衡改动 所有一倍率瞄准镜全都改为通用了 而且你还可以在本季稍后推出的绿宝石平原地图中 大闹退闹 另外还有攻击方重选功能 这为准备阶段带来更多策略性 而团队死斗也即将在围攻行动中正式登场 该来仔细看看饿鬼面纱里藏的细节咯 快点快点 人家真的很期待《莉牙屏障》 Ozami随身携带的装置在各种状况都好用到爆 而它改变战场的速度也是让人吓到 Ozami的装置外形长得像忍者使用的苦无 和它一样来自于日本 但这不是用来射人 而是用来射在各种表面上 苦无就定位后会迅速部署一个向外扩张的物质 它的硬度甚至能防止子弹穿透 如果苦无撞到它不能部署的表面 像是其他装置或盾牌 那它就不会启动 但你可以捡起来再试一次 依据周遭环境的状况 它可能只会长出一小部分的屏障 但有时候这就足以救你一命了 从无人机孔洞 门 到各种通口和地板 以及任何突破口 如果你有想封起来的地方 Azami都能帮你 它也可以在许多地方制造掩体 如果Azami在场上 当你从习惯的角度进行攻坚之前 最好先用无人机检查一下比较好 如果你脑子有动的话 也可以在丽牙屏障上再放一个丽牙屏障 或者是放在软性墙上 让Mira能放上暗镜 也可以在长廊上放好几个 制造出一个迷宫把敌人骗进来 不管你是要把丽牙屏障用来预先强化防守 或是反制眼前的威胁 Azami的装置最厉害的就是能尽情发挥倡议 必让你依据围攻行动的地图环境 创造出惊喜 支持对方 除非对手气到把它炸掉 老师老师 丽牙屏障能够防弹吗 可以啊 那爆破呢 假开败 想要在对战中反制Azami的话 最好派Flores Ash或Sophia 从安全距离外破坏屏障 你也可以用近战攻击 把它慢慢敲破 但上面跑出来的裂痕 根本就是此地无垠三百两 还有要注意边边角角的问题 围攻行动中大多数的物件 都是成90度直角 但丽牙屏障则是圆形的 这很有可能制造出非常刁砖的窥溪孔 不过你也知道 对方也能利用几个孔 Azami的出现 并不会改写围攻行动的规则 而是扩展了可能性 让每张地图都有了全新的生命 并为每场战斗增添了不确定因子 尾光行动全新的一年 就该这样热闹开张 Azami的主要装备 包括9×19VSN冲锋枪 或是ACS-12线弹枪 以及次要装备D50手枪 你可以带着倒刺铁丝网来加强防御 或是用冲击手榴弹来改变地形 说到改变地形 来快速介绍一下绿宝石平原地图吧 如此高贵上流的地方 最适合近距离佛火啊 不管你是要小心翼翼从精心剪裁的花园庭院靠近 或是直接从无价古董与艺术展区强行突破 你在这里看到的一切都是如此的典雅细致 所有玩家都可以在本季稍晚一点的时间 免费游玩绿宝石平原地图 但你知道饿鬼面纱一开始就能玩到什么吗 就是攻击方重选功能 这个功能让攻击方能在准备阶段重新选择干人 如果你的无人机发现对方又有Azomi 那你就可以赶快切换Ash 并用他的爆破弹来对付任何阻碍 饿鬼面纱开放的同时也会开放团队死斗模式 而且也不是现实活动 在这个没有装备无人机和强化装置的对战中 好好磨练你的枪支和手榴弹准度 不管你在哪一方 几乎所有干员都可以选用 这才已经有人选了也一样 因为不能使用盾牌的关系 Blitz,Montane和Clash都被牌制了 既然提到了干员 那就来聊聊狗友的虫制吧 这个爱玩火的干员 现在可以随意把燃料罐放在墙壁 地板之类的地方 等待最佳引爆时机 燃料罐的外层有做好充足的保护 以防止幼稚的攻击方随便就把它引爆 但火焰不留情 不管是攻击方还是防守方 大家全都一样趴火 饿鬼面纱同时也带来了数个免费更新 在这里快速解说一下 现在所有干员都能够随你高兴 任意选择一倍率、全项、红点以及反射式秒整镜了 电脑玩家最常用来分析战况和重温关键时刻的对战重播功能 终于也要登入家用主机平台了 开发团队为了持续打击作弊行为 排名用完清单新增了一个需要将电话号码进行连结的验证步骤 而在R6FIX.ubi.com上也多了个全新的问题回报奖励计划 详细更新内容请参考Rambo6.com 饿鬼面纱即将上线 而Ozomi也准备好扭转战局了 他首先会透过饿鬼面纱战斗通行阵的高级阶段推出 并能在两周后使用声望或R6积分进行解锁 按赞订阅加分享 开启小铃铛就能收到更多R6最新消息 我们下次见 拜拜